首先它是输送食物的一个管道 我们每日进食后食物从口腔经过食管 然后到达胃 食管的上端起于烟布 大约凭颈溜的水平 它的下端止于胃的喷门 在凭凶食衣的水平 我们每个人的身高不同 食管的长度是有所不同的 一般的来讲 食管的长度在25到30公分之间 我们刚才谈到食管是一个畸性的管道 上取于烟下止于喷门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食管分为 颈段胸段和腐段 那么在胸段 我们又根据解剖的层面 细分为胸上段 胸中段和胸下段 那么病变在不同的段 不同的解剖位置 我们的治疗原则 我们的治疗原则